我花這麼多錢 哈囉,大家好,Ru-chan 今天我要拍的主題是 大家一直都很好奇 然後在問我的在日本一個月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關於在日本花多少錢這個我想拍兩集 第一集就是我今天拍的 我自己本身一個月在日本用的差不多的價錢是多少 第二集是比較廣大的問了朋友們 一起統計出來差不多是多少 這樣子可能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首先今天這一集呢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一個月在日本花差不多多少錢 這次呢是跟台灣團隊研發的APP Fusion City記帳城市一起合作的一個影片 我自己的話呢都是本來習慣是在本質上記帳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但是自從我換了工作就要常帶電腦到那邊跑來跑去啊 就越來越不常用手記了 這次剛好有這個機會我就開始用這個電子記帳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APP 這個APP呢它主要我覺得有一點值得大家下載的是 因為它是台灣團隊研發的 算是支持台灣做的東西吧 那我現在先把這遊戲打開 打開之後呢就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城市的畫面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城市的畫面 只要登錄一筆消費啊它就會蓋一棟 就是那個類別的建築物 我實際蓋一個給大家看 那現在我先新增一個紀錄 比如說我剛才好了我剛才跟文當出去吃晚餐 我花了1000日元 那它這裡有很多可以選擇 我先選這個食物 然後晚餐它已經幫我打好了 所以我其實都不會再打 也不會打得太細啊 然後寫1000 然後它就會蓋這樣子像是一個建築物 這個是餐廳 其實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如果你像這樣長按呢你可以把它拖到你想放的位置 那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懶的人啦 所以我都是讓它隨便蓋都隨便放在它 所以呢 我的城市非常非常的亂 哈哈哈哈 它裡面有很多居民 你可以邀請他們加入你的城市 要怎麼邀請呢 就像是 上面有這個有個信封你可以點它 你邀請他加入你的城市 然後你就可以 送工作給他 工作就是你蓋的那個建築物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有讓我想起小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的遊戲叫動物園大亨 有跟我同年代的嗎 那個時候 還是光碟機那種遊戲 就是 有那種動物園大亨會蓋在這房子 有讓我回想起那個時候 所以 還蠻開心的 還是說其實他們研發團隊就有人在玩過那個遊戲 然後請大家看畫面右上角那邊有鑽石 這個鑽石是用來幹嘛的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比如說點這個建築物 按下它的資訊 然後可以選擇合成 合成是需要金幣我講錯了 是我剛才有派人去工作嘛 所以那些人工作還會幫我賺金幣回來 我就可以把它合成 讓這個城市越來越壯大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月到底花了多少錢 大家看畫面左下角這個圓餅我要點下去囉 先跟大家說 因為我是從8月15號一路寄到9月15號 所以 我用了這個圓餅圖啊 它是 用月份來分的 所以要看兩個圓餅圖 那我8月15到8月30總共花了12萬日圓 其實很多 然後9月1號15號我又花了36000日圓 其實真的 非常非常的多 那 這個錢呢 它都幫我就是畫好了 那我看我最花最多的就是 居家的部分 居家畫打開來看 我沒有寫得很清楚 可是下面是房租啊 然後上面那個是水電瓦斯 它這個是佔最大部分的 啊不是最大部分是39% 啊因為我買了一台新相機 那其實新相機是我和文當兩個人分的 那不只是這個相機 其實我們房租啊跟水電都是兩個人分 所以我才會想要做兩集 因為這個可能跟一般人一個人住的比較不一樣不準 所以我會再做一集再做更詳細 買相機跟居家畫比較多 那接下來畫比較多的就是食物啦 因為食物每天都要吃嘛 所以每天都要記贊 然後點就可以看到我每天都 花錢在吃飯啊 什麼什麼的 因為 我必須老實說我比較沒有自己常在做飯 都幾乎工作都在外面 但是 最近有開始學習要做飯啦 之後可能食費就會降低一點點 我努力 那交通費就花在哪裡呢 其實它有一個主要是定期 因為我家到我住的地方這段期間呢 可以買那個日本JR的定期券 然後定期就是在期間兩個下車 它都不會再多扣換 那我的活動路線也差不多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也沒有再額外多花什麼交通費 那所以其實我8月要是沒有買相機的話 其實我也沒有花到這麼多錢啦 然後再看9月的話我花了怎麼樣 9月的話呢我也是 吃東西花最多 啊我吃東西吃了這麼多 我都不知道我吃了這麼多 可是 就是好我吃東西就是真的真的蠻花錢 因為啊就是想要吃好一點的嘛 畢竟工作也是累 就想多吃一點 我一直在為我自己找藉口 跟大家在這個影片講 我一定要好好學做菜 我要好好煮飯 這樣仔細看的話 感覺我真的沒存什麼錢 感覺這樣下去不行了 經過這個APP之後 我必須好好的去省思一下 我接下來的在世生活 那點那個報表統計的部分可以看到他寫我最高一筆的支出 9月10號到今天已經9月17號18號了吧 我都還沒有花到什麼錢 果然就是我這個人很極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那這個遊戲呢 它就是非常非常可愛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邊記帳的時候邊玩遊戲 是還蠻好玩的 而且這一支影片呢 是只有我自己一個月花了多少錢 因為其實我很多都是跟文當一起分攤的 所以比較不適用於大眾 要怎麼看一個月在日本花多少錢 所以呢 之後再拍第二集跟大家做分享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的影片怎麼樣呢 如果喜歡的話呢 都歡迎下來記帳城市這個APP 今天這個主題啊 其實我想做很久了 但是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的例子 跟大家好像不太能比 開始工作之前 都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 沒有經濟餘裕的 狀況 所以其實我 都是幾乎 不吃飯啊 那不然就是我一整天可能只是一餐 所以 那個時費 就是這樣子算下來 當然會很低啊 那個時候我 一個月我可能只花8萬 或者是7萬日元 包含房租 那當然是幾乎沒有娛樂費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比較不適合 是一個正確觀念推導給大家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拍影片 那現在因為我好不容易已經出社會了 然後開始有固定的薪資了之後 就覺得 差不多可以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當然我覺得跟學生時代比起來 我這個 這一個月是過得有一點太奢侈了 因為我花很多錢在 吃東西上面 那雖然呢花的比較多 但是 它比較可以反映出真的在日本生活的人的 花錢的習慣吧 因為我在觀看我的影片的人啊 應該有很多人是想要來日本生活 或者是 對日本生活有好奇的人 那在第二集的影片呢 我會再針對這些對一些日常生活的花費 比如說十一住行浴來做更詳細的解釋 請大家敬請期待 如果說呢你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也可以告訴我說我好像真的吃太多囉 然後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如果說呢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呢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就這樣子啦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るー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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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る登録よろしくねー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 オススメ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 みんな見てね